哈喽 很开心又见面了 虽然今天的天气不好但是 心中有太阳非常的很好 开心与大家分享 七级卡时间今天所抽到的卡 登登这四张 太阳卡的部分 反观制造 若想要今生得成就 就不能有鸵鸟心态 一定要从行驻坐卧中 开始反观制造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 就要警觉到自己在修行上 还在原地踏步 太阳圣德导师 很感恩导师这里 的一个提示 有没有想过人生中有多少 令你心中起伏不定的烦恼 全都是因为被自己的习气操纵所导致 习气不改 不但自己受苦 最后还被习气拖垮 身边的人也因为你的习气受到影响 只要能够明白这一点 想通这一点 就会有足够的动力 为自己的精神而努力 所以在行驻坐卧中 要察觉自己为自己打分数 如果没有进步 那就是退步了 所以习气一定是最关键的一个 平常就要观察自己 养成这个好习惯 加强这个习惯成一个自然 第二张卡抽到的是 静忠生智 藉由心法的练习过程 把心静下来 智慧自然提升 很多过去不能领悟的事情 慢慢就会有所体会 并且对一切人事物的脉络 越来越清楚太阳圣德导师 反正导师今天抽到这张卡 给自己的提示是 在现在的红尘 大多数人讲求利益 在如此的磁场 若没有借着一股清流 不断的提醒自己 很难往上提升 所以认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只是随着目前的社会风气 就会让自己越来越混乱 所以每一天都要 让自己的能量 把一些负能量给清除掉 因为每天整个红尘 太多的负能量 那在超级生命密码所学的就是 一定要累积得之量 同时不能把累积的给漏掉 只漏 累积得之量呢 就是赶快去接引有爱 善良的人 来 学习天地 真理 指漏呢 就是 学习地址归古圣贤的见解 事情该怎么处理 这就是一个智慧 第三张卡 富游卡 抽到的是 突破情绪障碍 当了解情绪的反射 会对应到身心灵 进而影响人生戏码的吉凶祸福 那么从这一刻起 就必须想办法 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导演 太阳圣德导师 因为自己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 可能就火烧功德灵 尤其是 在与人互动当中 太多的事情 要处理的时候 这就是 一个 火候的一个考验 想一想 当自己情绪不好的 或者是和别人吵架的时候 自己会吸引什么呢 所以要懂得 运用调动的功力 功夫 所以借着平常的 概念的设定 比如说到公园走一走 晒晒太阳 藉由当下观想太阳调动 或某种为你带来生气的方法 解决目前的困窘 这就是在超马所学习的 转念 营造 那调动 看不见的这个就是 指的是自己的意志力 所以 时时刻刻 要察觉 转念 营造 第四张卡 抽到的得香卡 善用智慧柔软语 同样一番话 可以润世的亲切 甜美 也可以令人蜕闭三色 因此说话要运用智慧 试着成为自己的评审者 审视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 太阳圣德导师 藉由自己 传递出来的言语是否自己赏心悦耳 还是尖锐刺耳 所以 有许多的教育训练就是 自己在讲话 自己给自己录音 自己听看看 这个也是一个练习 但是练习归练习 一定要做到一个火候 瞬间就能够融入感受到 马上转 转到一个自然 这就是最佳的状态 今天非常开心 抽到这四张卡 就是在察觉自己 行住坐卧当中 有没有更加的落实 为自己打分数 有没有处理事情的时候 心境方面 心态有没有很近 还是随着自己内在的一把火起来 也就是情绪 控制情绪 所以 一定是这两天 有情绪的控制方面 失掉了 漏掉了一些分数 同时就是因为 讲话太硬了 要学会 怎么样用智慧柔软语 让人家听得很舒服 而不是在说教 感恩大家今天的聆听 同时也跟大家 在邀约 因为爱 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在3月24号 云林演艺厅 下午2点到5点 非常棒的一场讲座 很多人因为这一种 去年参加了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生命就此翻转 感恩天地之爱 所以我们应该更广耀 善良有缘的人来 共襄圣举 祝福大家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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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